哇 现在这个上海的路况太好了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梧桐树特别漂亮 现在上海解封差不多一周了 今天正好看清闻说Costco那边不用预约 而且不用排队就直接可以去 所以现在应该是4点半左右下午 去看一看吧 看能不能逛点东西买一买 我现在已经到了 Costco 然后这边要扫这个满羊才能进去 今天人不是特别多细细拉拉的 现在我已经进来了 大家看一下 琳琅满目对吧 然后灯光也非常亮 今天我比较齐吧 我拿的是山姆的袋子 然后来Costco这边逛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尴尬的 对吧 但是我看到我汽车里面就只有山姆的 没有Costco的没办法 这就是今天结让区的一个状况 现在是下午6点多钟 也不算人特别少吧 但是比原来是舒服多了 我觉得没那么拥挤 看这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吧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的13Pro的价格 很多人之前问过 7959 就最近不是很多平台是618也在搞活动吗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那边的价格和这边的价格怎么样 这边的人气特别旺对吧 这边主要卖零食的人会特别多 这边卖衣服的 看一下这个衣服 很多人觉得这边衣服还是比较普通一点点 因为它的肯定也不像很多商场里面 肯定那么好看对吧 但是还是有一些稍微有些品牌的 你看499一件蓝色的 但确确实是样式很普通 对吧 穿出去我觉得看起来像年纪比较大的 然后看一下哈 这边也有这种特别特别便宜的衣服 35块7 大概是这次样子 可以逛一逛哈 大家 转了一圈买了这个哈 这个应该是衣服 然后这个也是衣服内衣 然后买了三合的这个内裤 其他的这个就是顺便买的 然后再转转食品去吧 待会儿 我们进这个新鲜蔬果区哈 这里面的温度特别低 好冷呢 这个茄子好像挺实惠的 买个这个吧 这个螺丝胶怎么样 两斤呢 13块9 然后最近它推出这个羊梅哈 99块钱两盒一箱 就是这个样子哈 还蛮大一颗的 两盒 就是每段时间它会上一些新的品种 但是量太大了对吧 吃不完 你容易浪费 现在我到那个甜蜜区了 看一下 嗯 上这些东西如果不胖的话 真的是想买的 特别好吃对吧 还有这个菠萝泡芙 酒多 又是多美 都是比较划算的 量也比较大 就是这种甜蜜区 还有蔬菜区一定人最多的 现在我就到了这边的那个 应该叫做生鲜区吧 对吧 这里各种各样的肉 然后人也特别特别多 看是不是人计人的 不过现在还好 原来是根本走不动的 看哈 这个虾 119 有点贵 但是我感觉挺好的 拿一袋吧 我们看一下 大家都在这里看什么肉 哇 少了100块钱 349 原来449 你看 这盘子都在看这个东西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因为他们这些肉的存量 应该是蛮多的 对吧 那他们当天不卖完 他们会第二天卖吗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个渠道去处理这条东西 粉丝朋友里面有没有做超市这块的呢 做生鲜这块的 这些东西他们怎么处理的 好奇 纯粹好奇 看 不同价位的都有100多 200多 然后这个60多块钱 这是不同形式的对吧 对 看接下来到这边的烤鸡的地方来了 原来很多人买 现在好像不是那么热销的 猪肘和69 然后那个39.8 那个烤鸡 然后这个好像挺有便宜的 对吧 这个也拿一箱吧 然后到了乳饼区了 这里温度也特别低 拿个鲜奶和鸡蛋 看一下鲜奶的价格 为了3块9拿两个 然后这个鸡蛋也便宜 21块930枚 看一下这个样子的 也拿一颗 太冷了 我感觉我鼻涕都流出来了 真的 看好它这里有好多各种饮料什么东西 都在降价 不同价位的降价 对吧 不知不觉就装满了 每次出来购物就要买好的东西 还有四分之一没逛呢 再往前面看一看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好 32块9 唐鑫 这个自己做做不来的 喜欢吃泡芙的话可以买一下这个 我之前买过一桶 结果只吃了一次 后面就放在冰箱里面过去了 它一桶有好多个 反正这种分量大的 然后甜的我是不敢买了 然后最近被安理了这个椰子油 也买一下了试试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到了它的保健里面区 我觉得这个可以拿一下 泡灯片 对吧 最近有30块钱的活动 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这个收银区 仔细看一下这商 真的没有哪些东西说非常非常必要的 对吧 就感觉疫情之后 其实购物预管没那么强 为了买了买 好我们现在去结账吧 看一下今天的成果 税 然后再加三个袋子 袋子里面都装的东西 对吧 今天的成果这么一溜 总共是多少钱 看一下 4180 就是说实话 也不知道买了啥 反正就是看到差不多合适的就买了 然后今天整体感受就是 不应该在那个懒藏室给他拍视频 待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 真的有点感冒了 得赶紧回去了 临走之前 我们再来吃个他这边的小食牛肉卷 好 谢谢 好 点了一个牛肉卷热狗 还有他的一个饮料 大概是29块多钱 好 这就是今天COS的记录 就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超市购物 反正就是简简单单 给大家记录一下 疫情之后这边的人气 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来逛逛 好 今天就给大家记录这么多 我是以圣 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